这一台是1990年的本田NS2 P3 据说开了罚咒和疯狗一样 也是当年的一代神车 大灯已经湿酒发黄了 记得没错的话 这里应该是加机油的 这台车的启动方式是脚启动的 看能不能顺利的启动着 不行 哇塞到全部都是油 已经被完全淹死了 这个是什么操作啊 下缸也是被油全部给浸泡住了 还有就是它的缸压 哇 拉缸了 问题倒不是太严重 给它打点机油 增加一下压缩笔 好 我们现在来启动它 两重车先给它供点油 打开用了 警告 好 哇 这是多少年的老坛 今天终于全部喷出去了 两重车真是太有魅力了 整个屋子全部都是烟 这个味道真是太爱了 据说当时它的急速可以跑到200公里每小时 据车主之前说 凉车的时候非常难启动 然后启动着之后跑起来没有力气 发动机偶尔的会缺缸 然后排气的话有噼里啪啦的响声 我得先试一下 看到底什么情况 让我万没想到的是 他一上来就给我破了一盆冷水 我去 这什么情况呀 之前可是好好的 今天怎么就踩不动了 这可不是剧本啊 之前确实是可以动的 算了 这么长时间过去了 我感觉发动机里面老化线肯定也不这么行了 把发动机给它抬下来 然后看一下到底什么情况 距离上一次的启动还是几个月前 没想到这一次发动机直接就卡死了 接下来我打算一起探索研究一下 这可三二年代引以为傲的发动机内部的结构 哇 大洞里面直接 皮都糟了 切到这里我发现一个问题 首先就是化尔器 这边有个真空管 这个支架位置的时 其实有两个电磁阀的 然后真空管 连接到电磁阀 电磁阀控制这个空气的流量大小 然后保动它的转速在规定范围之内 然后这个车之前修得非常狼狈 你看 这地方 有很多地方都会糊弄上去 线图也非常乱 有些管子都还没有插进去 我得把它全部给整备一番 看到这个状态后 我打算一鼓作气 把全车全部拆解完 好好的重新捋一遍 处理一下有隐患的地方 这样后期就不会再出现不必要的故障 就这样 眼前这一地的零件 就是这台车所有拆下来的部件 而它有很多的地方都出现了大量的老化 以及破损 同时 这台发动机也不知道被维修了多少次 可以很清晰的看到 螺丝五花八门的 而让我最担心的 就是它发动机里面的状态 希望里面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因为它身上任何一个零件 扫之上百 打之上千 唯有起来是一笔不小的开机 我的妈妈呀 这都是些啥东西 黏乎乎的 里面也都是活塞 你看 上面全是积弹 然后钢壁 全是拉痕 而且你看这个螺丝 直接就焊上去的 水道都得堵入了 然后这个螺丝这边 钢体直接就裂了 还有严重的拉钢 这钢体多半是废了 也不能用了 上面还好 特别的干净 然后钢壁的话也非常的丝滑 没有什么拉痕 找到问题原因了 把它全部给拆了 看看里面取走怎么样 希望只是单纯的活塞卡住了钢筒 但是给你们看一个 为什么两重重车涌得极高的转速 刚才那个小东西 一转一盒的 它在低速的时候 关闭能保证发动机有的强大的低扭 在高速的时候完全打开 提升更高的排气量 满足更快的转速 而它的进气就非常奇妙了 它里面有一个进气阀片 就是这样子 在你加油闷的时候 就快速打开 同样你收油的时候 它就迅速关闭 保证发动机的油闷响应 非常的快 刚才可以从进气那里 直接可以看到发动机取轴 是因为它完全靠刚才那个机油泵和化油器 来形成一个汽油和机油的混合物 从而实现了燃烧和融化 果然 这个活摘上全部都是脏东西 而且可以看到活摘环也完全卡死了 原因是因为钢体裂痕 然后水跑到钢体里面 造成了拉钢和严重的腐蚀 拆下来钢体之后 明显可以看到曲轴旋转自主 接下来我们来一起研究一下 这么小的箱底 是如何装得下六档变速结构的 拆下它的边盖之后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就是它的离合器结构 是曲轴和变速结构分离动力的物件 同时它边盖上还是有一个小水泵装置的 是通过后面的根轴来带动它 让水形成一个循环来帮助发动机散热 而它的离合器分离装置 就与普通的结构有点不太一样 它是靠一根长轴 还有一个圆珠捆针往外顶离合器 这样的设计是可以很省力 还是巧妙的 然后最重要的是 两充程车和四充程车发动机结构不一样 两充程车发动机里面加的是齿轮油 它与曲轴箱是不连通的 而四充程车加的是机油 机油参与了燃热室的润滑 这就是为什么刚加进去的新油 打造车几分钟马上就变黑了 车车虽然没有气门还有突轮轴 但是它也有正式结构 你看这个是它段子 然后上面是有一个替点 也是时间点 顿轮这个箭头 这就是它的时间 它有两个触发器 控它两个钢点火 在拆它这个变住结构的时候 属实让我眼前一亮 可以看到它是整体把它拿出来的 这个设计就非常的巧妙 而且是硬化的 还好 只是时间过长 活塞卡住了钢筒 不知道能不能找得到这三十多年老配件呢 那么接下来 我打算把这一地的零件 全部整备处理一下 让它们焕然一新 等着我 给我几天的时间 它将会以以前崭新无比的样子 重新站在我们面前 行动 因为车子太老 配件比较稀有 我找遍了所有的市场 终于是找到了它原厂的库存配件 而今天我就要对它的隐形 进行全部的修复和组装 让它重获新生 成年油污的零件 在超伸波和演磨机的洗礼下 也恢复到了原来的状态 然后 我要把它们一一摆放整齐 那么接下来 我就要把它们全部 组装到一块 幸好 这一次它的曲都没有什么问题 我问过 光这一个零件 就得四千多块 而装发动机最主要的核心技术 就是一定要严谨和小心 包括每一个细小的零件和电片 都会造成后期发动机的稳定性能 也得按照原厂数据 扭进每一颗螺丝 下一步 就是安装它的变速结构 这一块看似复杂的齿轮组合 实际上 当年比赛的时候 这种设计是为了更快捷更方便的维修 当然别看它只有这么小 实际上 它也是有六个档位 最后 就是安装它的离合部分 与其他车不同的是 它靠的是一根顶杆的原理 推动的盖板 把动力分离 我挤的大部分两种轮车 都是这种结构 现在测试一下安装好之后的状态 是我卡色 以免出现不必要的问题 之前钢体发生了严重的拉钢 我大概分析了一下原理 一是因为加度的燃烧油油品不好 或者油泵堵塞导致了润滑不好 二是因为钢体和钢垫之间发生了严重的腐蚀 然后螺丝还有裂痕 导致停放的时候发动液伸进缸里面 长时间卡住了活塞 然后不好造车 最终导致发动机卡死 兄弟们 现在发动机主体部分已经安装完毕 接下来给它加上了机油 然后给它擦擦化熬器 看能不能一下给它搞着 好 所有的工作都已经准备就绪 我们来一起启动这台三十年前的两重重发动机 看这一次是否组装到位 来 启动它 两重车 启动先给它供点油 再打开封门 啊 不对啊 这个油压太小了 你看它管子太细了 导致它下流油的时候 你看 压力不足 画好器里面根本没有油 画好器里面根本没有油 哇 哇 哇 兄弟们 只简单着了一会儿 你看满屋子狼烟四起 又是那个熟悉的两重味道 不得不说这个声音真是太好听了 而现在它的状态接近完美 只需要一手就可以造车 哇 应该是没油了 它的心脏已经被我给重新的复活了 那么接下来 我收拾一下它的车架 然后再一次见面的时候 它将会是一台崭尽的状态 成衣在你们面前 等着我 如你所见 它和咱俩想象中的一样 状态还是不解当年的暴躁 然后我又花了半个多月的时间 把GD零件处理翻译成了崭尽的状态 而现在 我就要凭借着我的机力 把它们阻挡成一台车 今天请跟随我的镜头 我们一起把它阻挡到一块儿 给予它新的生命 开工 有人肯定该说了 你修的发动机 为啥会冒蓝烟 不会没修好烧机油吧 这个问题 可以上网查一下 两重层发动机的原理 我简单说一下 为什么会有两重层发动机的存在 而早在80年代初 遍地都有两重层摩托车的存在 而摩托车四大天王 也是竞争的非常激烈 本田当时的技术还比较落后 于是 他就联系到后部门 HRC团队 一起打造出来这一台 经典的NSR系列的车型 采用方形铝合金管 作为车身的材料 在当年可以来说是最高的黑科技了 而全侧大量的铝合金零件 让车身轻 操控灵活 再加上这颗动力充足的发动机 简直是完美的组 也是在当年一炮而红 而华仔电影里烈火战车 所说的就是这一辆 下一步就是安装它的引擎系统 而它的发动机部分也是有一段故事的 别看它只有250C的排量 它采用卫星酸钢水冷的发动机组合 可以爆发出45匹的马力 听说解码之后就可以来到75匹的马力 最高时数就可以来到200多卖 为什么有的人说它去压后座包就可以直接下赛道了 当年这个车直接卖断货 后来本田又更新了MC16 21-28 当然对应的侧型就是P1 P3 P4 可以来说本田就是凭借着这项技术赢得了很多的赛事 这个就是本田NS2系列发展史的由来 至此发动机部分也安装完毕 剩下就是给它加上所需要的防冻液以及燃烧油 最后再给它换一条崭新的高强度油锋链条 那么最重要的机械部分都已经大功告成 再调试一下换挡机构的配合间隙 不对了 还有中中制动的化油器燃油系统也给它装上去 最后就是安装它的外壳部分 它的颜色采用红蓝黄白金五种颜色组成 也是最经典的乐浮闷版画 当然它还有其它的微爽三色版画 调试一下它的灯光 组装一下它最后的后背部分 至此在台1996年的本田NS2P3 从岁月的伤痕累累到现在的崭新如初的样子 它又重新的满血复活了 我要给予了它新的生命 接下来我们一起欣赏一下它当年的最巅峰的样子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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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Zealand Zealand They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